四百六十四集 先前气眼嚣张的腾君 此时脸色也变得无比难看 恨得牙都要咬碎了 如果不是林渝把段丰年抢走 说不定今天和大夫合作的 或许就是他们家 腾总 不好意思 这次让您失望了 沈玉轩看到他 腾君吃瘪的样子 心里顿时无比的爽快 他不忘狠狠地揶揄了这一句 不过呢 你也不要些气 第二名 你就是很好的成绩了 沈玉轩学着腾君嚣张的样子 狂笑起来 整个人看起来 比腾君还要欠打 怎么啊玩意儿 扶我一下 腾君只感觉到胸口气血翻涌 站都站不住了 赶紧和旁边的人说了一声 让他们把自己扶住 呀 腾总 您这是哪儿不舒服吗 没关系没关系 我是大夫 要不要我给您扎两针 林雨也借机笑眯眯地奚落他两句 只感觉到心里畅快无比 刚才的抑郁之情一早而光了 腾君咕咚一下咽了两口唾沫 颤声说道 走 走 他一帮手下赶紧扶着他揍了出去 一众珠宝商见事已经有了定局 赶紧围过来给林雨和沈玉轩递名片 算是套个进货 他们深知 不管他们情愿与否 合计都已经成为了今天展赛最大的赢家 随后合计和戴富尔签订了合作协议 在媒体的共同见证下 林雨、沈玉轩和布兰奇 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举起来 加荣啊 今天真是痛快呀 我就想失去神经 我感觉不到呼吸 沈玉轩兴奋地哼着小曲 等到他和戴富尔敲定了所有细节 从商场里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 外边的雪已经停了 但是薄薄的雪花已经将地面整个覆盖住 其他的珠宝商和员工早就已经走了 门口就剩下了三三两两几个人在叙旧 滚 谁让你在这儿的 这个时候旁边一声怒吓传来 只见一个保安一脚 把一个十五六岁的黑瘦男孩揣在了地上 男孩的手里头捧着一捧包装精美的单枝鲜花 顿时散落一地 你做什么 江炎看到这一幕顿时怒声喝止保安 这小孩太烦人了 我说了好几次了叫他走 他不走 保安挠挠头有些无奈 你有没有点同情心 他这个年龄这么晚了出来卖花 肯定是有什么苦衷 江炎气呼呼地瞪了一眼旁边的保安 接着俯身去帮那孩子捡鲜花 像这种夜里在人流量多的街头兜售鲜花 或者是首饰等小物件的人是比比结实的 有的是为了出来做副业赚些外快 有的呢 则是生计作破 贴补家用 从这个黑瘦小男孩销售的面相来看 他多半是后者 所以才极大的激发了江炎的同情心 是啊 你就算赶他走 也用不着动手吧 叶青梅也有些不悦地瞥了保安一眼 觉得他确实有些太过分了 这是大雪天哪 这孩子摔倒在地 估计衣服都要湿透了 说完他也俯身去帮忙捡食鲜花 妈的 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沈玉轩也跟着怒骂一声 随后冲林雨说道 大雪呢 我去开车 林雨也皱着眉头 冷冷地扫了保安一眼 保安挠挠头有些胆怯地躲到一边 没敢再说话了 他知道今天来的这些个人 都是非富即贵 他可得罪不起 谢谢 谢谢两位姐姐 黑瘦男孩无比感动地 连声冲姜岩和叶青梅道谢 等到众人帮他把鲜花捡起来之后 小男孩仍旧不停地道着谢 姐姐 这朵鲜花送给你 说完 他突然抓出了一只鲜花 朝姜岩捅了过去 是的 他的手势不是地 就是捅 鲜花的顶部 直取姜岩腹部 林雨面色突然一变 急喝一声 小心 虽然林雨没看到小男孩手里那花有任何问题 但是小男孩拿花捅过来 这手势实在是太过迅速也太过专业了 这手势如果不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人 绝对是施展不出来的 话音已落 林雨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挡在了江岩的跟前 一把抓住了黑兽男孩的手 这 大哥哥 怎么了 黑兽男孩面色微微一睁 你手里拿了什么 林雨把他的手腕一扭 男孩顿时惨叫一声 手下意识一松 林雨另一只手把花接住 用力一捏 将花和花茎揉得粉碎 随后他面色一惊 竟然真的只是一朵鲜花 里面什么都没有 可是刚才小男孩的手法当真是刺出来的呀 宛如拿匕首一般 家荣 你做什么呢 大姐小怪的 江岩被他吓了一跳 皱着眉头说道 此时他的注意力都在那男孩这儿 并没有注意到旁边满脸胆怯的保安面容 也突然变得很利起来 眼中闪过了一丝寒光 迅速地从怀里套出一把装有消音器的手枪对准了林雨 毫不迟疑地扣动了扳机 林雨因为太过专注 压根就没有注意到这一幕 但是他旁边的叶青梅却是看到了 面色突然一变 一个剑步抢在了林雨的跟前 噗的一声 一声闷响 子弹穿透皮肉的声音 鲜血 宛如点点梅花溅落在地面上 此目惹眼 叶青梅身子一抖 睫毛一颤 脸上闪过了一丝痛哭 但是眼中却是无比满足 未来得及发出一丝声响 身子便轻飘飘地往地上倒去 师姐 林雨大惊失色 嘶吼一声 一把揽住了他 看到他的腰后 橘白色顽礼服上迅速蔓延开的血花 他顿时万箭穿心 刚才开枪的保安面色一变 没想到他会失手 再次利落地扣动了扳机 但是这一次 林雨可没有给他开枪的机会 纵然他抱着叶青梅 他的速度也丝毫没有止换 闪电般地窜到了保安的面前 一脚踹在他肚子上 那保安 犹如出堂的炮弹一般 狠狠地撞在后面的石柱上 可能是因为这一撞 给他的腰撞麻了 所以他没有丝毫的痛感 立马做事 起身去捡那掉落在地上的手枪 但是他怎么也起不来 随后后背传来了一丝异样的感觉 他伸手一摸 入手满是湿腻的鲜血 而且还有一处坚硬的突出 等他摸清楚后背坚硬地突出之后 面色猛然一变 他的脊椎竟然硬生生地被淋雨 踹成了两截 破体而出了 他心头猛地一颤 扑得一大股鲜血 从胸口涌了出来 只见他脖子一歪 身子抖了抖 便再也没有丝毫的气息了 周围的人群见到这一幕 立马尖叫起来四散而逃 这个时候 江岩突然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尖叫 只见刚才那黑兽小男孩手里 突然多了一把明晃晃的君子 直冲江岩而去 眼见着君子就要刺到江岩的身上 一辆黑色林肯车猛地窜了出来 砰的一声 将那黑兽男孩撞飞了出去 那男孩在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 重重地落在地上 滚了几下便没了动静 沈玉轩一脚踩住刹车 哗啦一下拉开车门急忙 冲江岩问道 没事吧 没事 江岩摇摇头面色惨白 看了看远处 地面上动也不动的小男孩 随后转头望向淋雨 看他怀中满是鲜血的叶青梅之后 顿时面色一白 声泪俱下 哼 青梅 青梅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今天的视频 把词之间的放昂 这就很熟悉 心肯定是大观看的 这就很熟悉 你 匿连